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编导都成年这么久 怎么还没被抓起来判刑 编导都被女性鄙视了这么多年了 竟然还有勇气活下去 编导明明那么悲催了 却还能看着动漫笑得出来 编导 哦 搭吧的这个解释真是前行一动啊 原来如此 这么解释我就懂了嘛 我的存在就那么不合理吗 是在夸你啦 这证明你是特殊的人物 是宇宙的奇迹 是世界的特异点 原来是这样啊 特异点不都是要被消除的对象吗 有什么好高兴的 在被消除以前可以看到色皮茄子的紧身衣 宝君泥露的透明裙子 泥托和大王的诱人小黑皮 还有泳装小莫紧俏的屁 恶心的白日梦给我回去再做 虽然编导挨揍的样子很变态 但那述说梦想时的眼神真的很帅 我们是开始说 只要变态 即使是虫子你也会喜欢吗 这不犯了吗 变态的虫子不是更让人讨厌了吗 对啊 又不是无望笔下的女主角 怎么会喜欢变态的虫子 变变变 大巴你这一招游门是要带大家去警察局吗 好了好了 那开始正题吧 只要可爱即使是变态你也喜欢吗 是七月份的套着青春喜剧皮的麦肉帆 这种穿着西门大观人衣服的镇图 我应该是编导最喜欢的吧 什么变态才会喜欢这种 比喻啊 我只是觉得她这画面不错 人物勉强可以而已 喂喂 这种网盘接的东西 你们也给台湾皇军说 我爸被封禁吗 所以说男人啊 都是这么无耻下流 没有节操 满脑子龌龊思想 还不看顾周边氛围 连你的设定什么时候变得中国语 这么笨当上手了 那 不过为了安全起见 就换一个换一个 那我们来聊一聊新一期的 甜狗粮高木同学 这玩意儿有什么好说的 还有比这更不科学的故事吗 这故事哪里不科学了 这种初中时酸酸甜甜的暧昧故事 是大家都有过的经历不是吗 好像或许是有的吧 正 正常人都会有的吗 不是吧 正常人应该都有过的吧 这种故事 正常才不会有这种故事了 类似的场景我都经历过 和发展完全不一样 和同桌地址条 和同桌玩催眠你经历过 那差不多吧 和男人会像地址条很开心吗 变得 女生了 为什么默认就是男的 同桌不都是异性吗 没有啊 我们一直都是同性 稍大点就分单桌了 这应该是时代的差别吧 编导上学的时候 可能还真是有女同桌的 然后你那个同桌现在出院了吧 啊 和你同桌一年的心理 你肯定需要住院治疗才行的不是吗 你当我是什么了 然后呢 你和那个什么同桌 地址条什么的 呃 这个嘛 我上课的时候 不是看到个很好笑的笑话吗 就抄了丢给他 他应该是没有看懂吧 只是打开了看了一下就丢了 于是我又好心地写了说明丢给他 结果他看也没看就又丢了 我想着不能让他就这么错过 这么好笑个笑话吧 于是又写了两遍丢过去 结果他直接报告老实了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这不是正常操作吗 哪里不可思议了 那妹子竟然忍了四次呀 真是个好人啊 所以说这动画太假了嘛 那那个催眠呢 你还学过催眠 哦 不过我是学过看手相 是给妹子们看手相了 然后你对妹子们说 这个手相差那个要短命 还有的后半生崎岖坎坷是吧 你那是在场的吗 上次你给我们看手相 不就是这么说的吗 他还做过这种事情啊 不 不是 我 我不也给出了破解法了吗 只要找一个命相相克的人 就可以以毒公骨扭转乾坤最后 你说你自己 不是我说 是书上说 那短命的你也差不多该活到头了吧 或许今天就是你的死期呢 我只是想要受欢迎啊 这有什么错吗 用这种邪魔外道能受欢迎才有鬼了 对啊 你看动画里的戏片 也不蒙人 也不做错 就是简简单的装傻 明知会被捉弄还是一往无前 为的就是讨老婆一乐 这才是真正的大之若鱼 辽媒达人啊 不过这个的话 我觉得很奇怪的是 这种游戏他们玩几十年怎么也不腻呢 一开始是中学生嘛 也就算了 可后来女儿都能打加油哦 他们还是一副和小兽一样的表情 也太不科学了吧 对啊 都已经老夫老妻了 怎么还跟初中生一样 丢脸 太给我们男性丢脸了 要是换了我 换了你就让他变成深夜档是吧 哎 行了 行了 因为这个话题 已经超出了编导的知识范围 所以还是换下一个吧 下一个不科学的肯定是魔术学姐啊 她 好 再下一个 你妈屁 啊 大爸你骂我 啊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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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说普通攻击是全体攻击 而且那二次攻击的妈妈 你喜欢骂这不翻了 大爸你真是的 话刷一半多危险啊 是我不好 是我不好 你这个刀可以先收回去了吗 肚子上刺刺的让人发毛啊 全公妈不科学的地方是 妈妈的攻击力太高了 猜不是攻击力的问题了 而是 他侮辱了我们这世界骂人的技巧了 侮辱骂人技巧是什么鬼啊 不是 你看 原本吧 有人跟着男主吵架骂他 脱口而出 诬言会议会让对方超级生气对吧 可现在呢 骂他的台词听起来就像是许愿一样 一边搓手掌一边碎碎念的时候 前面要是放个功德香 那简直就成求神拜佛了 这多没气势啊 还有啊 英语也是啊 本来你看这个 MOTHER莎莎的多难听 对不对 那现在到他这儿啊 都快变成成述事实了 而且还让人特别嫌疑 你说是不是对骂人这一历史悠久的语言 使用规则都不尊重 简直了嘛 根本就是 你能不能有点素质啊 偏倒的素质都点垃圾分类的天赋了 不过也是啊 这番在设定上奇葩的像李帆 画面上华丽的像李帆 内容上 看来大巴你也追追看了嘛 没有没有没有 我没有啊 我不是啊 别瞎说啊 不知道为什么啊 看这个总觉得有种贝德感啊 就像看同学的漂亮妈妈一样 感觉哪里怪怪的 你这次倒没有带路主角了呀 怎么可能带路得进去啊 谁会那么变态啊 不过你这么一说 我倒是反觉得这部片设立上比较合理了 因为是亲生的老妈 所以主角会闹别扭 不愿意和真真子亲热 这样的话 确实好像很能理解主角 开始对待老妈的态度了呢 不过这篇最大的问题 我觉得是背景交代的不完整 你说他妈都这样子了 他爸也不关心一下 这样的老婆也敢就这么放在家里 你说想不到会和儿子一起玩游戏吧 我还能理解 可日本呢 还有什么快递员呢 推销员呢 社区教练呢 上门强盗啊 隔壁老王啊 内衣大盗啊 等等等等 作为一个日本人 他不该这么不小心对吧 他爸凭什么这么安心啊 我都替他着急啊 你是刚拿的驾照 兴奋得不得了了是吧 换题材了换题材了 不换题材 他们两个肯定需要轮流 把车开到沟里去才开心 那么说骚动时节的少女们 也不能说咯 那个就更 我们都没看过了 都没看过 真的吗 真的没有看过吗 没看过你怎么 在别的公司 我们就已经可以报警抓你了 在这里也可以报警了 编导利用骚动时节的少女们 这种讲述女高中生们 开荒腔和不健康思想的作品 来对你们进行调戏 已经明天属于职场骚扰了 我建议立即拨打110 对其采取必要的限制措施 从而进化公司环境规范 和社会道德 等等等等 不能报警了 难道连你有意义 你是在同情编导吗 不是啦 只是我们到时候 怎么解释地上的这一滩雪啊 行了别闹了呀 还是换个动画继续来 忽然发现 七月开车翻也太多了吧 这个鸡肉少女好像也是 你你你这样讲我就不同意了 鸡肉少女哪里开车了 人家是正正经经的锻炼翻好吧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你继续你继续 大巴你别打场 别看他这样啊 锻炼的方法可是在正经教授的呢 想要减肥锻炼的人 只要跟着他里面的锻炼方法练 就肯定有效果的 而且人家的原作者本身就是个肌肉痛 另一个全员阿修罗 可是完完全全的热血格斗翻了 而大家看到的什么美少女锻炼啦 什么穿运动服很暴露啦 什么身体线条表现很诱人啦 都是表象 另外我们常说劳动人民最美丽 而运动着的少女展现的是青春活力 我们是因为看到了那种生命的律动才被感动 对我们来说看他们挥洒汗水的矫健英姿感受到的那种美 是和看美术馆里的艺术品一样的 以为我们看这一篇就是冲着大腿啊肌肤啊胸部啊什么的 根本就是对我们的曲解 我们在这部动画里感受到的 是生命在于运动 这一真理的伟大 是对我们肥宅减肥的激励 是 那你减了几斤啊 要说不科学啊 其实我觉得新实际反而 不是连为你减几斤了 还有我个人很不能接受的就是 毁了那么多玉板妹妹的一方通行 怎么就这么洗白了呢 玉板妹妹明明是世界的珍宝啊 肥宅得到任何一个都能幸福的像上了天一样 可一方通行她 人家问你减了多少斤了 呃 那 那个嘛 要减了 就要减了 正在减 说了半天 结果就是什么都没做咯 你完全不锻炼又在那里吹什么牛 而且根据你刚才说的哈 锻炼的人看肌肉少女是看他们运动的美 那你这不锻炼的到底看的是什么呢 行了别问了 问就是不知道 直接打不就行了 你们非要把编到编到角落里再下手 也太残忍了 真是瞎人诛心啊 不知不觉又这么久了 说了一天的肉饭 你们最后就不能说个正常点的 正常的嘛 七月是夏季分啊 说到夏季就是 沙滩海洋灿烂的阳光 穿比基尼的美女和乳鬼一样的热情 季节限定的正常就应该是变态的 能把变态的理由说得这么光面堂皇 理智气壮还迷之有道理的 你也真是个人才啊 所以也不能怪我们 不信你看 鸡肉少女魔术学姐 可爱变态 连鸡老妈 这些就不用说了吧 《一方通行》里的最后之作总是真空乱跑 《魔王大人》里的女二号有了M情绪 超能魔术师和平凡职业里 除了那对妹子还有什么别的看头 骚动时节虽无画面但内涵奇怪 为了女儿说得好听但结局却是同样的七性质 高木同学也算是初中早恋 地下城邂逅 人身通吃而且服装修持 至于新时记忆 这种原始社会 大家平时怎么唱来着 原始社会 原始社会 原始社会的妹子她光着屁股 怎么什么东西到你嘴里都能变位了 这个就是江山印改本性难移了 行吧 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就到这里吧 我已经放弃了 那刚才的就算是结束了终身咯 好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下次选个正常点的话题啊 拜拜 请保证不搁再说吧 拜拜 不会的 不会搁的 我马上就开始做下一期 这就开始做下一期